中國是持續派出了軍機艦 侵擾臺灣的周圍海空域 近期還挑釁在印太地區的美國軍機艦 升高了緊張情勢 美國陸軍部長沃梅斯是強調 戰爭不符合美中利益 將會持續聯合盟友進行演訓 加強嚇阻北京飯台 不過美方高層也嘗試要跟中國破兵 傳出國務卿布林肯計畫 在未來數週之內重啟訪中的行程 工軍持續侵擾臺灣周圍海空域 近期還挑釁在印太地區行動的 美國軍機艦升高緊張氛圍 美國陸軍部長沃梅斯重申 美中都不想要戰爭 但關切中國的脅迫行徑 將持續聯合盟友演訓 加強嚇阻 防止北京武力飯台 從美軍今年的所謂的軍事授權法裡面 它有一個太平洋恪阻倡議 那它今年就編了九十一億美金的一個預算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它美軍正式加強它在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第一島鏈從北部的這個日本 特別特別是南部的這個菲律賓的這個部分 雪指出美方是要更清楚的向中國展示 不可改變區域和平穩定的紅線 博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呼籲 美中應建立危機管理溝通機制 提防台海發生誤判 根據彭博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畫在未來幾週內 重啟訪問中國行程 美中官方都未正面證實 但傳出布林肯可能與習近平會晤 試圖破冰 恢復兩國高層級會談 預料將聚焦臺灣相關議題 記者一片宣布家寶綜合報導